按照夏伯阳先生生前定立的遗嘱 夏伯阳先生在仲夏航空的股权 将会平均分成两份 由夏宇和肖默 二人分别继承 各占一半 我没听错吧 两份肖默 是的 肖默也是夏伯阳先生遗产的受益人之一 你弄错了 这不是我拔的遗嘱 没错 这是夏伯阳先生生前所定立遗嘱 经过法律公正 有效的 我输了这不是我爸的遗嘱 好 不错 行 我知道了 有意思啊 真是太有意思了 什么事情这么有意思啊 夏伯阳在遗嘱中间 将自己的武分一步为二 一半呢给他下雨 你猜另一半给他谁 谁啊 肖默 肖默 这 这肖默是什么来路 竟有本事 让夏伯阳给了他一半的股份 虽然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但有一点我更肯定 就凭 夏雨那一半的股份 是不可能当公司最大的股东的 现在关键的是 肖默是否能站在我们这边 女榜象征 利用得利啊 小雨 你少喝一点 你冷静想想 董事长这么安排 一定有他的用意 能有什么用意 其实很简单 董事长就想你跟肖默 成为好兄弟 说不定想用这个方法 把你俩团结在一起 不可能 绝对不行 这不前人所难吗 小雨 你冷静一点 新航线的案子 一旦签了正式合约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想推翻都不可能 如果你想阻止这件事 你必须联手肖默 对付雷臣 怎么样 你们看 太棒了 看这个意思啊 很快就能自如地行走了啊 希望吧 希望吧 行吧 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想问一下 他们都在传 你是董事长的私生子 那是真的吗 是什么真的呀 那些人就是思想肮脏 他们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啊 我就是不信 所以才问他们 什么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当初是因为肖默的爸爸 把唯一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让给董事长 所以呢 董事长才有了 今天的仲校航空 他心里面一直觉得有亏欠 所以呢 他才在衣柱里面写明了 夏宇 何肖默 遗产一人一半 这有什么可难理解的吗 好大一笔钱呢 就无缘无缘给了肖默了 好吧 肖默 那你不如今天表个态呗 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置 既然是夏叔叔给我的东西 不论是什么 我也不好推脱了